我們到了比西里海岸 是比西里嗎? 可能是西西里 因為你是小順溪 小順溪 不要再想了 這邊有一個沿海的裝置藝術很可愛 你看這天空讓我想要唱 在你和天空之間只看見 然後它這周圍都蠻多小部落的感覺 然後會上一些原住民的七彩圖案 好囉 走上這個階梯看到什麼呢 吃台中的肉粽耶 唉唷 很會比喻嗎? 想變成肉粽嗎? 等一下你就在哪裡 不要 好可愛喔 哇你這樣鏡頭像很漂亮耶 誰要記得我會很醜 你覺得很好 來西里彼岸來排個五 比西里岸 來比西里岸排個五快點 我會叫嗎? 我叫你啊 美金 唉唷 這是鹿吧? 我不行了 旁邊的阿姨都在看妳 妳剛剛在幹嘛? 我想要跳牌 我當然要不配 又來到了深夜故事了 今天比較特別就是 在暑假期間一連串 每個禮拜五都會有一個 關於故事的活動 那今天就是這一個 今天小卓來聽故事 今天深夜故事指小卓 今天要來認真說故事 讓我們歡迎關於打工換塑的兩位大學生 嗨 不要撞完獎了 來深夜故事看久 那我先來唱第一首歌 就是我不是一個會唱很快樂歌的人 然後我每次就一定會點這首歌 就是有點去掉面前人 但是我相信男朋友所以也沒打 希望性的會點這首歌啦 但是我會有早上喔 因為我唱都不好聽 這次在深夜故事這時期的小幫手 講述一些關於大學生打工換術的故事 老闆很帥氣的帶來講 喝故事的酒 聽見有人淚流 台北小盛西 帶來這一首 深盛西的恆溫 你把愛變成恆溫 對我是淚淚殘忍 總是說你我幸福就逃離成 愛變成恆溫 喜歡了彼此 又不惜 我是月老 年輕人嘛 想要在一起嗎 然後 我是他第一個教這麼久的朋友 所以他有點不太會談戀愛 這個月 變久感 這種男人 我就很常跟他吵架 因為他其實不太會當男朋友 然後我朋友 我們是一起來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都只想到他沒有為你做什麼 可是你都沒有想到他為你做什麼 就是我們其實會對最親密的人發脾氣 然後會去跟別人比較 他哪裡沒做到 可是他其實有些時候他都做到 可是你都去一直比較到你都沒發現 之前我可以唱故事 很棒的故事 我也是很好啊 我還是熱練起來 是有些時候會不珍惜他 我是一個會一直去深入那個議題 就像之前的反送中的時候 其實我到現在還有在關注 然後我也會連他們在 那種抗爭的直播 我都會把他們看完 沒有很喜歡那種很快的那種社會新聞 很好啊 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麼 我是剛才一樣 然後我來自四行大學 我們都是念口味小學 就是我在這裡 療情商店 你懂嗎 剛剛十年 覺得很痛心 安撫一下自己的傷害 他們爛話 先唱歌 別又這樣說 媽媽 你還不是記得念 你還記得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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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聲鑽吐爆 賣臉 他是維新合計賽 又怎樣 還不是賣臉 他是他 所以才喝一杯水都很滿 各位觀眾 最討厭你 在下面留言 自己沒乾淨 在那邊怪別人喝得慢 真的喝得很慢 你剛才根筋好滿 每個人的聲音都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聲音都很好 那至少 我希望大家用自己的聲音來唱自己的歌 講自己的故事 就像我說 深夜故事 為什麼要叫深夜故事 因為晚上的時候 我喜歡很多人跟我一起喝酒 專業的就是調酒這一塊 可以用調酒這一塊 交到很多朋友 我把酒當作一個媒介 跟很多人或是很大一個朋友 我希望說 人可以回到最初原來相處的模式 不再是用教卵 或者是網路這一塊來交朋友 因為他陌生 覺得最棒 跟我男朋友殺教卵 你最適合 他瞧不瞧 至少說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一個人問問聽聽聽講 講久了會生病 你知道嗎 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會說 我們開了這一個店 我希望說 來來跟你們當個朋友 然後我希望聽到你們最真誠 最真實的故事 而且這是最真實的 那我會把你們最真實的故事 用我的方式調配出 專屬於你們故事的調酒 那每一個人的故事 每一個人真的調酒不一樣 像場地上這一邊 我們有很多店家 那都是場地的店家 每一個人做的事情也都不一樣 有的人是自己創自己的品牌 那有人是回來這裡找工作 每一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可以結合到 聖夜故事那邊 然後跟大家分享自己 最真實的 已經經歷過的故事 那我真心愛的 眼睛發新的 是最優惠的 最心愛的 故事 唱歌 還有人的故事 是不是很忙的 但我感到你都頂尋了 有聽過旋律風涼嗎?聽過 我穿 Democrats啦 想說不曉音 我知道 夢話有 academically 我以為我能joメ sozial到 我以為我和學一人印象淵很淨 它讓你紅了眼光 你卻還笑著原諒 原來你早就想到沒人 愛在誰的顏色 時光就不時 時暗 隨此間時暗 飲進去 來啦 要幹什麼做 我要揹你 沒揹好嗎 沒錯 好 這句話要做年紀 你說什麼 你說啊 好帥 你是蛇喔 你也是蛇 所以你帶我 兩個人 好帥喔 彈起他的動作 長這樣 發生的動作 長這樣 什麼啦 好帥喔 阿咪好帥喔 好帥喔 好帥喔 飛進來 我... 好帥喔 好帥喔 我女生 有在幫你 沒在幫你 好帥喔 Q&A QQ&A Q&A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在興隆花園打工還速 非常的捨不得 一定要一早起來再狠狠看這片海景一片 今天是禮拜天 想必等一下有一場硬仗要打 我們的小伙子都在努力的打拼著 早安耶 蜜蜜 早安 早安 我跟你講今天來20位 一大小十點已經來20個 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你今天可不可以騎摩托車去買麵包 可以啊 當然 你覺得興隆花園對你是什麼感覺 很漂亮 讓人可以很放鬆的地方 覺得讓你很快樂 你們還會想要是不是打工的地方 好可以 所以我剛剛起床 先不要這樣 西隆花園如果以遊客來說 這裡就是一個非常放鬆 然後你可以看大海 遠離承銷的一個非常好的室外桃圈 而且我們的農藝 背山面海 就是風水超好 以我一個打工換作人來說 我覺得在這裡你可以找到生活的意義 我覺得很棒 在故事是看不到的 這些美景 來個Wave做Ending 對 End字腿好不好 好 訪問你對興隆花園的感覺 應該要跳舞吧 那你可以給我個眨眼嗎 現在是下班之後了 也就是最後一天 再興隆花園打工換書的時間 那我要坐在這個 超療癒南洋大片唐藝上面 看一下 眼前這一段美景 說一下這幾天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舒服 重點是很慢活 也讓我體驗到一個道理 就是人生苦短 如果現在你迷路了 那就繼續迷路吧 但是迷路之餘 你還是堅持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也許哪一天就會從迷路中找到出口 我現在稍微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最後最後非常謝謝興隆花園的大家 給我這一段打工換書 這麼好歸 也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意義 這幾天是想要得到尷尬